週呢 8月9號到8月15號這一週 有四顆行星包括太陽 水星 金星跟木星 全部都落入獅子座 所以呢 是一個很適合戀愛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很適合應酬的一個好時間 那我們現在來告訴大家呢 各個星座的運勢 我們從一顆星開始來揭曉好了 一顆星天蠍座要注意了 因為呢 象徵這個災星的火星 就是讓你生氣暴躁的這顆行星呢 這個禮拜呢 是在天蠍座 所以天蠍座呢 你可能會自己比較嚴格 對別人也比較強勢 那你要小的 要這個自我放鬆一下 然後一顆星呢 還有誰 欸 現在要注意一下水瓶座 水瓶座呢 可能跟伴侶啊 跟朋友啊 跟同事家人啊 會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 但是你其實呢 是不想跟他講 然後想要呢 這個跟他梳離 所以呢 這個禮拜是冷漠梳離 然後你要自己想一想去尋找答案 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一顆星呢 還會有誰 天蠍座的對公金牛座 受到火星對沖的影響 所以呢 可能跟合夥人啊 伴侶啊 會意見不合 然後要坐下來好好的溝通一下 那我們來看三顆星會有誰 三顆星呢 健成姐上榜的巨蟹座 巨蟹座呢 這個禮拜會因為家人啊 另外一半情緒的起伏稍微大一點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要管那些雜七八八閒事了 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 來 三顆星還有誰呢 雙子座上榜 雙子座呢 這個禮拜呢 朋友很多是忙碌開懷 然後會認識很多新朋友的好時間 來 三顆星呢 還有天秤座 朵琳哥上榜 天秤座呢 是彈笑風生 然後業績達成 意思就是說 喝喝酒啦 吃吃飯啦 聊聊天啦 就有很多好事發生 那如果你是做Sales呢 就會把生意做航袋全部繳完 嗯 但有 可以拉人進健身房 抽一點佣金 OK 來 四顆星呢 有摩羯座 摩羯座呢 這個禮拜呢 是暫無不勝達成目標 非常有毅力 工作上的目標都會達成 來 四顆星呢 還有處女座 處女座呢 這個禮拜呢 是 奇妙機緣 貴人按住 你會遇到一些呢 很特別的人 然後他會幫助你把工作事業上 甚至是金錢上 會帶來很多的好運 來 四顆星呢 還有什麼 射手座 射手座呢 受到這個很多新入獅子座的影響 是桃花大旺 就是桃花運很旺 有小驚喜 不斷的一個禮拜哦 那我們來看五顆星是誰 五顆星呢 獅子座上榜了 獅子座 雖然你現在很旺 光芒萬丈 但是呢 呃 這個呢 你要小心 鋒芒太漏 所以呢 你要低調避小人 不要因為你運氣好 就很髒狂 來 五顆星還有誰 雙魚座 雙魚座呢 這個禮拜呢 會遇到很多貴人呢 互相扶持 你會照顧別人 別人也會照顧你 你自己會感覺到很幸福 那第一名呢 我們要頒給這個牡羊座 牡羊座呢 這個禮拜呢 是 工作財運都很旺 然後會有很多好事 喜從天降 那我們現在來看 財運最旺的是牡羊座 然後事業最旺的是摩羯座 然後桃花最旺的是獅子座 恭喜大家 來 接著尤夫老師就要跟大家預關一下 下週各生肖的整體運勢 好 下個禮拜呢 其中8月10號 中元節 我們的重大的節日 我自己住在中和 我們那個社區 就是明天8月9號 就是社區的普渡拜好兄弟 我想很多很多那個社區大概都是在明天 明天剛好星期六嘛 好 我們看一下所有生肖的 我把它分成四族 首先第一族 豬兔羊的 豬兔羊呢 在下個禮拜是盲中有錯 仔細查核 這只是工作的過程 或者工作的結果 你交出來報告 你好好查一查再交上去 所以只有一個站的評語 這比較小心的 其實這狐馬狗的 狐馬狗的話呢 是完成任務 信心大增 當然是指工作業務的完成 那這個當然不錯 所以有四個站的評語 好 再來去蛇肌牛的更好 蛇肌牛呢 在下個禮拜呢 展現實力 陽明立萬 那當然這是在老闆也看到你啦 同行也都知道你啊 哇 你做得真的好 所以呢 這有五個站的評語 好 最後猴鼠龍的 猴鼠龍呢 是廣結善緣 維繫人脈 這是人際關係 下個禮拜做得不錯 所以有三個站的評語 在我們加碼 蛇的生肖裡面有三個生肖 在下個禮拜運氣最好的 首先錢財最旺 垂才人 錢財最旺是篤林的 屬蛇的朋友 哇 這下禮拜真的錢財很旺 多重頭 好棒喔 他這個故事喔 欸 哈哈 事業最強的 事業最強的是屬牛的朋友 最後 桃花最紅的 桃花最紅的是屬老虎的朋友 好 請多多多 哎呦